再来看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今明两天在秘鲁首都立马召开 各国元首都陆续抵达 由于美国下任总统川普表示 声称美国将退出TPP 环太平洋的国家领袖 也急着寻找新的贸易选择 预料将成为这次APEC的重点话题 APEC峰会在秘鲁首都立马召开 美国总统欧巴马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墨西哥总统潘尼亚尼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 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陆续抵达 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坚决反对TPP 让TPP在美国胎死腹中 这次的亚太经合会各界关注 各国领导人是否会参与 由中国为首的亚太自贸区 不过还是有不少国家选择 继续推动TPP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秘鲁总理 就共同宣布将力推TPP 今天是否会参与 国家选择 因為我們在美國的主要領域 我們在美國的主要領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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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重要 在國際商業的主要領域 這件事是由特朗普的主要領域 和亞洲的商業的主要領域 我們也支持這件事 不過川普高舉的保護主義 也已经引起担忧 前一天举行的部长会议 还在联合声明中写明 拒绝保护主义 另外19日 欧巴马将在傍晚5点左右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双边会谈 媒体报导 欧巴马可能会觉得 他正将全球经济钥匙交给习近平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